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开了两个孩子的名字给了一个live year 只是因为跟爸爸妈妈的英文名字相呼应 今天也到场了很多的圈内好友 比如说真子丹的太太汪诗诗 还有杨千华和郭可英 场面不大但是非常温馨 可以看出这家人目前的状态非常不错 然而嫁入豪门并非都像熊淡林这般被疼爱 今天吴佩斯也被拍到带着两个孩子逛商场 和往常一样季小布依旧没有时间陪伴 赶上商场的活动吴佩斯 一手一个宝宝很吃力 还记得老三百日宴的时候 季小布竟然以工作忙了又 推托了参加孩子的百日宴 当天到场祝贺的也只有吴佩斯的几个好朋友 这大概也就是转正跟没转正的区别吧 不过吴佩斯似乎还没有放弃 之前还曾透露要生四胎的事情 而且自从去年吴佩斯获赠好宅和钻戒之后 一度被怀疑是要转正 但其实吴佩斯不能转正 是因为婆婆觉得吴佩斯之前的黑历史太多不让进门 相较于熊淡林来说 从百日宴就能看出嫁给爱情的女人 感谢观看